它有做過中廚和西廚 西廚在這裏 水管去水 連洗機的位置一起去 如果客人比較多 有一個玻璃屋可以染上或打開 變成一間房間 可以讓客人利用這間房間 當作客戶做了這間房間 如果客戶喜歡打麻雀 又是多朋友的話 打完麻雀 收起麻雀 之後就可以睡兩個床 麻雀那裏就是 它在這裏做了一個櫃 可以隱藏式收藏 大家好 又是我Billy 今天我和Andy來到南站心情 幫客人跟進我們裝修 之前研了房間 之後裝修的情況是怎樣的 現在是剛剛叫做初期的 帶大家去看一看 讓大家去分享一下 我們裝修都非常貼心 是的 進來這裏就是入戶花園 入戶花園的客人要求 在這裏就把洗衣機和熱水器 在這裏就做了一個櫃 出來的效果就會好很多 那個去水位的話 我們看看這邊就做了去水位 直通客廳的 去水位就這樣的情況 可以出個效果爐給大家看一看 大概是怎樣的 大家會清楚一點 之後就進來廚房 廚房這裏就是玻璃門就拆了 拆了之後它要做摺疊式的正常來說 發展商的收樓標準是兩道門 推一半 就有一半保留 業主又覺得我浪費了一半 我就改了三道門 摺疊式的 推到過去 令廚房 即是門都會大一點 會大一點 其實來說它是比較喜歡煮東西 就像我一樣 它做過中廚和西廚 西廚在這裏 水管去水 連洗衣機的位置一起去 進水那裏 大家可以告訴你 水喉位在哪裏 是在陽台那裏出來的 這個位 就可以出一個VR圖 讓大家大概知道一下 進來客廳這個位置 客廳這個位置的話 我們照慣例 做了一個吊頂 做了一個封管機 封管機是兩邊出的 都是每邊兩匹 這邊兩匹 那邊兩匹 那邊是出客廳的 這邊是飯廳和客廳的 其實封管機和掛式那種 封管機那些會涼很多 因為你香港也喜歡冷氣 那個恆溫就會好一點 如果你說坐地或者掛牆式 某個部份你會涼一點 你要走完全屋的話 就需要那個時間 如果封管機也可以獨立開關 我只能開這邊或者那邊也可以 封管機還有一個好處就是 省地方 不過有價錢 理觀很多 是啊 理觀很多 你是看不到 說回裝修 裝修這裏就 客廳這裏 客人比較多 而且家族比較大 所以利用這個客廳 有一個玻璃屋可以掩埋或打開 變成一間房間 可以讓客人利用這間房間 當是廳那裏做了這間房間 很方便 可以這樣摺埋也行 即是一摺埋一聽就很闊 太多人就有一個私隱 沒錯 另外就看回陽台 陽台你可以看到 這條水管 水管就由陽台出去篩篩 然後出去小陽台 就是給洗機用水的 為何要這樣做呢 我們是為了幫業主省錢 所以就不由廚房出水喉 如果由廚房出水喉的話 你的廚房的地下都要做賣 那價錢又要再貴一點 其實用法都是一樣的 再看回陽台這裏 大家聽聽 這裏發聲可能收音收音 藍站伸成這裏 樓真的通風 收音可能不太清楚 藍站伸成這裏 這裏上面吊頂 我們都添花做了 可以配套 另外這些板就戒好了 封起來就可以了 另外攝影 Annie 看一看這裏 這些是甚麼呢 覺得好像有光管一樣 其實不是光管來的 這裏是最新的那裏 那裏是吊架 吊衣架 是電動的 是非常隱藏式的 做起來的話是看不到的 那我可以亦都出個VR圖 給大家看一看 是 那這裏這個陽台 好像聽你說的 客戶是喜歡在露台這裏做健身 是吧 所以一定有這裏要美觀 第二個的話 光線這裏 叫做封了窗 要漂亮 客戶在這裏放了跑步機 因為很夠風 所以大家可以看看 這個封窗 這裏是不需要開的 一邊跑一邊看到風景 就像是街部跑一樣 這個主委他做了一個健身器材 不是健身器材 對 瓦鈴 收起牆 例如那些 吊 我明白 我不知道那種叫什麼 煉胸那個 煉胸那個 對 煉胸那個 對 他想得很周到 所有的東西 所以我們都會因應客戶的生活需求 來幫客戶設計 讓人聲定做 對 再說回 現在看到師傅在施工 這些長身 一條條的什麼線 是那些密線 它是彈的那些密線 彈了這些密線 就是這些 跪與跪之間的 定的位置 可以看到綠色這條線 是那些水平線 那為什麼要做這些 其實來講 就是發展章 有時做我們收樓的時候 會留意到 為什麼牆身是斜的 斜了之後 我們做細工 還有做發展章 做的工是完全不同的 就是這個原因 他那些量產操造 我們做的比較細工 我可以給大家看看 好像 早期去驗禮的時候 有很多沙洞 好像這些位置 我們已經全部做好了 這些全部是敏灰的 剛才師傅吃飯之前已經搞定了 這些全部是線灰的 所以他做回牆身的那方面 這間房子就是業主的千金 其實就 因應他的喜好 其實就沒有太大分別 反而對面那裏 多功能房 這裏厲害了 這裏呢 跟大家說 房間這麼大 如何多功能 放置一張床 你也沒有功能 那你就錯了 這件事就寄功於設計師上 那客人就 上面做一個吊床 吊床的 吊床之後 這裏有一個樓梯上去 樓梯上去的話 這裏就有很大空間 很大空間的話 你也是把一張床吊上去 沒有什麼特別 不是 那這裏還有一張床 咪五的床 這樣放下來的話 那如果客戶 喜歡打麻雀 就是敲膚比較多的話 就打完麻雀 收起麻雀 之後呢 就可以睡兩個床了 那麻雀那裏呢 他在這裏做了一個櫃 可以收緊蟲式收去的 電動麻雀 現在最新的那一隻 過山車 一上到來 是升上來的 即是打算輸了的 就睡天桌 睡天桌 不要這樣啦 人家招待一下 不是說輸贏的 只不過打得累了 不想到處走 那你喜歡睡上面也好 下面就把床下來睡就好 至少這裏可以睡到兩三個人的 那去看看主人房那一邊 即是原始結構就四間房 原始結構是四間房 原始結構是四間房 即是保留了三間房 還有一個活動房 是的 叫做亦都是四間房 可以四間可以三間 是的 那如果這裏 那裏可以看看VR圖 我可以放回多功能VR圖給你們看 這裏主人房這邊 主人房這邊 其實主人房這裡 就做了一個櫃 放了一個大電視 那主人喜歡播劇 躺在床上播劇 然後悔的時候 就關電視睡覺 就走出去 可以看回這邊 這邊的業主 就多謝業主支持我 接受了一個要求 他看了我的房間 我的房間的廁所也是打通的 他又學了 模仿了我的 打通了 打通了 這裏是一塊玻璃 推打橫的 可以擴闊的空間 覺得他一開始沒打通的話 好像 房間不是很大 現在打通了 房間大了很多 這個是視覺效果 之後呢 這裏也有一個玻璃 這裏是玻璃的 這裏是玻璃的 這裏是打橫的 這裏是打樹的 不用分隔開 這邊就是衣帽間 衣帽間 這裏也有一個 小小的書桌 另外呢 就化妝 這裏是化妝桌 大致上就是這樣的 大家覺得這個設計 和實用性 高不高呢 可以評論 大家去 給我一些意見 多聽一些意見 我們再去思考一下 是怎樣去同意 裝修到一個適合你身處的房子 最重要 對 大概這間屋 公期大概多久 因為都差不多過年了 公期你預計要三個月 三個月 差不多 為什麼要這麼久呢 第一 我可以補一點點 地下 這裡 其實我們要鋪好地下 做了地磚之後 做了天花之後 再去覆尺 做那個長季 入長季 如果不是的話 到時候的話 會出現一些什麼問題呢 你的有縫隙 通常以前那些師傅 就補膠所以去 可以用得到 但是縫隙會比較大些 就是那個月漲冷縮 會不會這樣 不是 不是月漲冷縮 因為你的尺寸 就有一點 可能差 10公分 20公分 這樣 你的縫隙就會很大 正常是貼上去的 你把新鎮到跟你 譬如說 你隨便做 或者你自己在網上 訂購那些 是完全不同的 你的頂上 一定是做不足的 這間屋都很大工程 這裡算是大攪 大攪 因為地磚又拆 牆又拆 到時候 地板 天花 全部都改了 對 而且客人都很用心 那些磚都要選擇過了 遲些的話 可以給大家看看 我們做好了 現在中期 如果做了季的話 再拍一輯片 給大家看看 效果是怎樣的 後期完工了 我們再拍一個 完成品 給大家對比 接駁 我們到最後 可能做一個 濃縮版 濃縮版 由初期中期 完工那時候 大家去看到 效果 就可以一目瞭然 好 好了 這裡就是南站新城的裝修 介紹了這裡 我們這裡就是南站新城 可以看到高鐵 這裡買到的樓 即是Andy的廣告時間 買樓 好 哈哈 即是這裡 現在都很劈價 就一百零一 即是反正現在的單價 大概是一萬元出頭到一方 比之前買的就便宜一點 我記得這個單位好像是一百四十方左右左右 一萬零幾一方 旁邊就華蘭富斯 華蘭富斯學校 左手邊去那個 衛洋站的高鐵也特別近 所以呢 如果你想家裡去衛州的 或者是想找回交通方面高鐵上蓋的樓宇 選這套 因為砌架是砌比較多 一萬零幾個 這個是近南站的 南站 衛洋站 現在叫做衛洋站 所以呢 這裡是衛洋站 你知道在國內這裡有高鐵地鐵 我那些樓盤是升值 不要說是新值 保值的話就非常適合 升值 我記得那時候是幾年前 這裡開售那時候 是要一萬五到一萬六元一方 高峰那時候差不多兩萬都要 反正現在就劈價 有些美貨 一萬零五百都會有 所以呢 有興趣的觀眾 我們公司一定服務的 就是買樓 收樓 裝修 配置家具等等 一條路幫你搞定 那這裡有車位送嗎 有車位送 沒有車位送 就送到店名車 OK 一定 有興趣的觀眾聯繫我們 OK 先下巴掌 拜拜 拜拜